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感谢继续收听 冯光远的正经时间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祖国来的陌生人 许之远 许之远北京人 江苏人 你是江苏人 OK在北京长大的 江苏人 那跟我的父母亲是 都是同乡 可是我现在是台湾人 我这边身份叫第二代外省人 第一代台湾人 好吧 那个北京来的陌生人 祖国来的陌生人 祖国来的陌生人 那刚刚讲就是说 其实你对台湾的很多的一些 这个感受 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市政 一些真正的例子 其实例子很多 以言论自由来讲 其实我 例如说我自己感受就很大 因为我马上就上来之后 我一共前前后后 到六七件官司 那这个 这个是 这就是真的感受 因为 平常我可以睡到中午 常常开庭 上午九点钟开 搞什么 搭得那么勤勉干嘛 你需要穿西装打领带吗 没有 常常穿一些很凸致的东西 带个保险套之类的 去出庭 这样比较有趣 其实是很多这种诸如此类的这种 你说的这种市政 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 你只是因为不在这边 你是三不五十来一下 所以也许感受不到这个事情 可是我绝对相信 就是说你来到台湾 前后已经五年多了吧 对吧 四年多 四年多 对 对啊 你自己在这边的生活的 你听你朋友讲话的一些内容 他们讲了很多的一些故事 你知道 我觉得 你会觉得从一个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 到台湾这个地方来 你会对于民主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看法 其实 有一个有趣的比较 因为我跟张铁志关系很好 对 铁志 年龄也差不多 然后就有时候看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区别 有时候我在看 我觉得他始终给我感觉的是一个 更生气勃勃那种 不断的要行动的一个人 组织各种事情 然后对我来说 很多事情好像都在空想中就完成了 当然跟有性格有关系 但同时跟两边的城市的 给人的感觉有关系 两个国家 你说铁志很多事情 我在 我就空想就完了 我说我就基本上空想就完了 可能台北 那北京城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就想到各种原因 就是说实际上背后是一种东西 等于是一种行动的无力 在中国很普遍的 我想我是也是一个其中之一 然后在台北 我觉得那种不断行动的欲望 还是很强的 这个既跟制度有关系 也跟城市的面貌有关系 你在北京的规模摧毁人 它一个极权主义的城市 规模上摧毁人 所以人和人的连接是很脆弱的 然后把连接转化成行动 又是更脆弱的一环 就整个的sifal society还是不发达 但是台北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的 这种行动的欲望 甚至超过了思想的欲望 远远的超过思想的欲望 大家不断在一起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铁字 很多事情跟你聊了之后 它是可以实践的 对 它有它的本能反应 我们就可以把它实践掉 我的本能反应 就说了之后再说吧 也许跟它的 在这边的资源 跟你自己在北京的资源 对 我想 关系不大 因为我一向跟个人性格有些关系 但更本质的原因 我觉得是跟两个社会形态有关系 你觉得呢 这个我有点同意也不同意 因为我刚好也跟两位都很熟 我觉得这跟个性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同意讲那个城市的面貌 因为北京我也住过 然后它真的很大 你光从城东要到城西 光那个塞车 你就算了吧 明天再说 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也很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也发现说 跟北京人约 你是没有办法 约一个月以后 或两个月以后 一定要当天约 就是他们的那个随性的性格 或各方面 那我也同意他讲的就是说 那个啊 因为台北市第一个是小 他激动性很强 比如说你记得 如果当初那个士林 那个士林王家 在抗争的时候 那个文宁院 对他们很快就 小朋友就会在脸书上说 五点再拆了 赶快过去 他们就真的可以过去 所以我们北京就堵在路上了 我一直说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知道我在 城市这个方面 我是觉得我同意 我在感谢去台湾的70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我也觉得民主抗争中 跟这个小社会 真有很大关系 就是你看我们晚上喝酒 不都是你可以台湾的时候 赶三拖四拖什么之类的 对那在北京没办法 那说明那是一个情感 不断的联系在一起 然后一起做什么事情 那你喝多了酒 那就跟到革命去好了 反正都一断了 他有很多emotional power 他跟城市人 这个东西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在北京 很难线一种 这种情感的纽带和关系的 就是纯粹是硬体 来限制的软体 有影响这样的讲 有很直接的影响 但是这个硬体 又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 就是体制给他 他也压在那里 所以照你这样讲 我们其实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 中国很多中小城市 反而比较多一点的 这样子的 这有可能 对 最爱的光源是因为 我们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这么13亿人口 只要稍微 稍微有一点点小反应 绘在一起 就是很多很多反应 你在你到一个到个地方 你就湖南有个多少起 然后你就分散 这么辽阔的地方 什么都看不出来 所以前阵子钓鱼台那个事情 我就发现说 怎么这么多中小型的城市 反而反应这么激烈 北京 我看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北京也有 去大使馆 有吧 我们一个年轻人 还把日本大使的车牌 对 那好严重 对 你知道 就好像 日本跟中国多焦虑 你现在 很焦虑 日本的中国非常焦虑的 那其实起码你住在日本 你看到这种东西应该更多吧 其实日本的社会环境 是不太讲这些事情的 他们是蛮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新闻也好 言论新闻也好 其实他们蛮 小心的 其实我喜欢这种小心 因为可能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新闻环境 其实是很 你说好听就是蓬勃 说难听 就是完全很多事情 没有减证就马上出去 因为我们 我们的新闻环境 现在已经讲究 只是一个快捷 那你讲到 你自己负责 北京来的陌生人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俩就是快捷连线 事情要快要知道 然后就是完全不减 越不修饰 好像就是越接近真相的样子 这是我们现在 目前新闻的最大的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缺憾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日本的 那个新闻 其实它就是 回归到最 他们最保守 最官僚 然后最 最有修饰感 虽然我其实看不到 什么很激动的 关于钓鱼台的事情 他们也是一板一眼 把这件事情 讲完就算了 那我唯一看到 他们真正在讲 中国人跟钓鱼台 是在综艺节目 有一次他们综艺节目 你知道他们综艺节目 就常会找一大堆大头 那个艺人来 上面有大概有 二三十个艺人 然后就讨论说 那既然他们对我们 这么不友善 我们是不是应该 限制中国人来 来日本 就那一次 我是我唯一看到 他们就是 比较明显的表态说 如果他们对我们 不友善的话 我们也应该 限制他们来 那可是他们当场 也请了中国代表来 那有些中国人 已经在日本 住很久的 他就说 可是你要记得 因为中国非常大 所以有些东西 是一个个人行为 就很容易变成是一个 是中国人的集体行为 然后那个中国人 当然就解释说 如果我们官方 没说什么 其实应该就不是 中国整体的态度 他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 去安抚日本的 那个舆论这样子 其实那件事情 好像中国官方 真的也没有 想什么特别的东西 因为他们 其实中日两边 他们都希望 把这事情压下去 某种意义上 而且中国 其实现在是有点状况 因为要开十八大 之前是有点 有点小小的失控的 因为大家在忙着别的事情 你说博先生的事 各种事情 就是权力分配的问题 包括会怎么办 所以当上面有点 纠缠于别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会表态不清 不清楚 而且或许某一面 也会用这个来分散一些注意力 它都并存的 这跟官僚系统的 本身的运转有关系 然后我觉得 好多地方上街的人 说句实话 大家很多是因为 大家没有机会上街 平时 然后没有机会进行 这种游行 是为了公共生活 有一个机会 然后有很多社会的不满 借此来发泄一下 我想当年71年保调的时候 很多人是对国民党不满的 才进行保调的 并不是多么在乎这表 钓鱼台 我相信肯定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其实只是个借口 对 然后包括我在想当年 因为它是从海外发起的 还要紧跟他们在国外的 identity crisis有关系 各种问题 都更是personal的一些问题 我那跳到你做一个北京人 像每次开18大这种大的 重要的这种会之前 你们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啊 就是我们开任何重大的会议 就是展览会也好 或者什么各种 反正类似的会议 党的会议也好 国家的会议也好 对 就是我们的对日常生活的干涉 非常大 什么就要封路 交通就会变得更糟糕 然后包括我们这样的 北京人还好 对外地上来讲 你就不能进城了很多地方 然后很多 他们怎么限制人家进城 进不进城 当然了 比如说你要驱逐赞助的人口 查你身份证 你是不赞助在那里 那么这个还好 奥运会之前多么严重 所有的事情都中断了 比如说我们朋友在装修房子 突然说这房子不能装修了 因为建筑工地的人都被赶走了 然后所有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种会议变成了某种 而且大家因为长期的政治文化 形成这种习惯 所有这样的中大会议之前 它会涉及到生活中各个领域 商业领域也好 文化领域也好 比如说我朋友做一个fashion magazine 他们本来要做一期杂志 是跟知识分子有关系 这个议题有关系的 但他们就本能觉得 知识分子议题是不是 这时候比较敏感 是不是十八大会后再开 所以他就每一个领域都觉得 什么事情都等十八大之后再开 他有点像有点半的这种 整个所谓的half paralyzed的感觉 因为开这个会 所以它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就是因为在这社会里面 慢慢进入 因为仍然权力对人的影响 无处不在 尽管有时候他可以不干涉你 但他保持干涉你的权力 所以你就要自我警惕 自我检查 所以还是说 那所有人又不敢负责任 对于这个情况下 因为负责任 那是自己的代价 所以这时候就所有人都保持着 就不动 不动 就像半停滞一样的状况 是这样 所以自我检查的影响 其实比他们保留 就是说检查你的权力 这件事情是更 其实更让一般人 就说担心 对 因为其实这种 因为当然 中国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 肯定跟毛时代不一样了 还是很多自由开放的空间更多了 但是这种方式 这种制度要维持下去的 很大程度 是靠社会的自然的服从性 服从性 就习惯的服从性来完成的 并不是 他如果完全依靠强制的话 这个东西是无法运转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内在的恐惧感 和这种 我完全同意 其实我一直认为 一个社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是跟人民的支持度 是有关系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变成这样 其实一定要 他不可能完全用 你知道当年纳粹 他可以一下子统治那么多欧洲国家 其实并不是因为 德国有多大的军队 而是很多人自动愿意去配合这件事情 那我一直说 其实我有听到 我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那个刘晓波得奖的那一天 有一个外国人跟我讲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非常气愤 他就一直说 他在家里面 在自己家里面 庆祝刘晓波得奖 然后就把刘晓波的海报 贴在墙上 然后后来就来了一堆警察 一堆警察以后就把这个 因为他不敢碰外国 他就把在座的中国人都拉走 他就很气愤 说你看看 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我听了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 他在自己家里面 警察怎么会知道 有邻居报告 邻居为什么要去报告 然后再来就 我要是警察 我听到这种东西 我可以就说 你们回家 你们回家 我用不着真的把人抓走 就说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做一个公民 手上有些力量 他为什么要使用 比如如果大家都记得 那个有以前很流行 那个东德的一个故事 那个电影叫做 The Life of Others 那个中文叫翻作 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 对 就是他就讲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其实 在那样的一个监控 强制监控的社会上 其实每个人手上 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小权利 他可以选择执行或不执行 那我自己在 本身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说 那个监控的力量 互相监控的力量 是那个社会制度 现在还没有崩毁的 的原因 就是比如像以前 我以前我妈妈在 那个台湾的 公务体系里面工作 里面就有个叫 人恶这种事情嘛 对 那就那种互相打小 他鼓励人民 互相打小报告 互相监控 那其实是要 人们要有自觉 我不要这样迫害的时候 他对那个 在当群人 其实他就会改变 这样子 一个监控的世界 你说有沉重 不是不正常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